寡人不恨你抗旗啊 寡人恨的是你在欺瞒寡人啊 能有资格进入这间密室的 我大秦上下不出诗人 皆是寡人的心腹忠臣 而你是唯一一个外人 大王 看了寡人与赵衍的对战 你心中有何感想 大王英明神武 丹唯有仰视 你言不由衷啊 丹唯至于皆 不敢欺瞒大王 可自你入秦以来 所作之事装装剑剑 皆不利于寡人 大王若有凭据 依照秦法 取单首级便是 你还知秦法呀 寡人若是真拿出凭据了 你便是有十颗头颅都留不住 既然如此 大王还等什么呢 寡人胜了赵衍 却失了朋友 这是为何呀 大王公赵 当真是为了鸡丹这个朋友吗 大王除掉赵衍 灭了赵国 封地一转 下一个将要灭哪国 韩 魏 楚 齐 燕国能幸免吗 你燕人可以扛起 然寡人敬的是慷慨气劫之事 误的是暗中作梗之徒 若你真是死心与寡人为敌 你又何必言不由衷呢 寡人只求你和寡人本心相待 大王听信蝉眼 冤枉于我 你暗中传书给韩非 使其阻我推行旗 转之大计 这也是寡人冤枉你吗 寡人不恨你抗秦啊 寡人恨的是你在欺贫寡人啊 可你离开韩南是答应过我 若你为亲王 不会欺负燕国 天下定义 天下定义 乃天道之所在了 纵然是寡人也不可阻挡 吉探啊 这是寡人最后一次劝你了 尽管我 他曾是寡人所快乐的 天下